请不吝点赞 您的频道 医生 他怎么样了 很不乐观 昨天警方在这里 纠缠了一个晚上 非要追问口供 我们好不容易把他们撵走的 以病人的这种情况 能撑到现在 已经是个奇迹了 完全靠他坚强的求生意志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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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方 你来了 世仙 你也来了 薇薇 你别说话了 休息一会儿吧 世仙 我要说 薇薇 薇薇 对不起 世仙 我也对不起你 对不起老爷 我对不起 太多人了 薇薇 你先别说话了 你的伤很重 等你伤好了 我们再说好不好 不 我要说 世仙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想跟美方 单独说些话 世仙 我求求你 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吧 走吧 好 好 病有什么情况 请立刻通知我们 好 美方 她们 有没有为难你 薇薇 你别为我担心 你的伤很重 你一定要好好养伤 你且等你好了再说 啊 我怕再不说 就再也没机会说了 不会的 美方 好 你知道吗 我一直爱着你 但是 我自己觉得 配不上你 没有 如果 能让我重新来过 我一定会不惜任何代价 她 阻止你和世仙结婚 我不忍心 看你过这样的日子 我宁愿 所有的苦 都有我一个人 来承担 你 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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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都怪我不好 不能 帮上你的忙 没有 卫文 我 我不值得你为我这样做 你为什么那么傻 为什么不替我的花 竟早回头呢 美方 我 我做的一切 我都不后悔 我最后悔的 我 就是没有阻止你和世仙 让他得到 让你嫁给了世仙 可是 世仙却一点都不珍惜你 我替自己不值 替你不值 我一定要 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 我不服气 我不认输 别说了 卫文 别说了 美方 美 美方 你要说什么 美方 你不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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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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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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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美风 你把我吓死了 啊 我一回来就听说你出事了 正在问郑老爷呢 爸 妈 卫文 卫文他死了 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他干吗要掏空郑家呢 这郑家辜负你 还有我替你出头吗 郑老爷子 当初 你们是怎么答应我们老爷的 我们老爷子一走 你们就任由誓嫌 欺负我们美方吗 什么假机随机 我才不信这一套呢 我这趟大老远 从美国飞回来 并不只是为了看看老朋友 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带美方和如瓶回美国 至于 美方该分的财产 到了国外 我会请国外的律师打官司 至少要一半 亲家母 我说你这个人还真是不讲道理 我们哪里亏待美方了 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在胡闹 你说我女儿胡闹 好 我这就要把我胡闹的女儿带回美国去 悠在她过日子 外头世界大得很 谁稀罕你们正家这个小窝 妈 您别再争了 现在争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要 爸 卫文她的确做错事 不过她不是为了她自己 她做这一切 全都是为了我 卫文死前已经把钱藏在哪儿都告诉我了 您放心 那些钱 我会一分不少地都还给正家的 亲家母 叶卫文可不只是挖正家的钱 她还成立了假公司 为了要谋取暴力 她拿假药冒充上等的药材 闹出了人命 那你说 那些被她害死的人 难道都是活该 卫文用外国人头开的盛昌公司 我已经打听明白了 这些是在中国混吃混合的白人 没什么背景的 我们可以用欺诈罪告他们 等他们被押回自己国家 照样要坐牢的 只是另外还有个负责人 叫何大峰的 他那部分呢牵扯到命案 不太好解决 郑老爷子 我看 你就先告他 等警方抓到人再说 我已经报警了 警方也通缉他了 逃不了多久的 我另外打听出来 这个何大峰有个孩子 得了白血病需要治疗 随时随地啊 都需要靠药物来控制 他带着孩子肯定不会走远 只要盯着医院 我看早晚会抓到他 谢谢你啊 帮忙打听这么多的消息 都很有用的 你不用谢我 我是为我女儿 才打听这些事的 美方 我们回房里去 好好聊聊 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来 走 来 走 儿子 别理他们 过两天啊 我们把小军和小杰 接回来 这个家就太平了 妈 我心里很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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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活儿呢 还不专心 又在胡思乱想什么了 是吧 你看小君 一整个早上都在绣那个头巾 好像心情没受到什么影响 你懂什么 小君是想早点绣完 好拿去送给外婆 是吧 嗯 我就快要绣好了 一边绣 一边想外婆对我们的好 我就觉得我要加油才行 否则不就辜负了妈妈帮我画的底图 也让外婆空等了吗 姐姐 我好想外婆 你还记不记得外婆给我们做的土酵鸡 记得呀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土酵鸡啊 小云姐姐也会做啊 哎 要不这样吧 咱们今天啊 就吃土酵鸡好不好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好 咱们再来说 咱们再来吧 我看着我 你也许多了 咱们这些星期 都会辛达人 咱们再来说 咱们这期节目 很重 跟文个人 我又也发了 这家人 咱们再来 自己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真的 这两个孩子不认你 都是你自找的 没错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说你既然这么在乎这两个孩子 为什么当初就能舍弃他们母子呢 七年来不闻不问 太没天亮了 谁听来 都会为这两个孩子民不平的 没错 我确实是太可恶了 都怪我意志不坚 怪我优柔寡断 可这七年来 我没有一天不思念他们母子的 你还敢说没忘 可你一转眼就另娶了太太 那时候我母亲病重 她 她离不开我 而且那时候家里面状况非常不好 央行差一点倒闭了 美方他们家帮了我们 才得以经营下去 我父亲当然不会让我娶别人 而抛弃美方了 这么说 你是为了钱才娶了新太太 可以这么说 那时候美方知道 我日夜思念着舒华母子 也知道我跟她有两个孩子 她是答应让我走 可我妈不同意 她一急之下病就更重 我当时真害怕 所以我真的是脱不开身 我看那个老太太是装病 她抓准了你的孝心 就不让你走 你不走也行 可你未必非令去不可呀 美方一直说想帮我 但是我妈执意要我跟她结婚 那时候美方想了个办法 她就说 她和城里的一户大户人家的少爷定了亲 可想不到 可想不到 那少爷是个禽兽 人品非常地恶劣 美方还没有嫁过去 她就几次三番地想要玷污她 如果不准 还遭到她的毒打 我当时想 我当时想 美方只要和她们一天婚约存在 就要担惊受怕一天 她结婚了以后 每天都要过着被那混蛋蹂躏的日子 我就 我就同意娶了美方 我 原来如此 照你这么说 你还是非另取不可了